MIT 台灣志 我們聽到山在歌唱 古地湧起的銀霧 吹火著不同的樹葉 發出不同音階的聲響 經過每一座山谷胸腔的和音 編織成一戶 流動的天籟 我們的生命就如同飄蕩的銀霧 隨時隨地動發著生命的希望 創造性的創意 還有一種隨意而安 一種華爾如斯真正的自然 這是台灣第一高峰玉山 千萬年來雲霧俱散 宛如徘徊不去的冰河魂魄 守護著冰河時期以來在山上升息的各種生靈 學者稱這座將近四千公尺的高山 是北半球生物的諾亞方舟 為登領此山的人掩飾著數十萬年來生命演化的悠悠歷程 自我們入山以來透過這位特立讀行的學者指引 發現這艘方舟上數數天機 即使學者親力解說 我們讀到的仍然不及萬一 這座山曾經以無數英雄攀登 但又有多少人成為他的知己 能夠從玉山透露的優微訊息裡 解讀他的前世經受 我們不是攀登玉山的第一人 未來仍然會有無數人想要攀登此山 從學者上下四方 古往今來的談論玉山 我們似乎更了解登山的爭議 也許今後登山 我們能化為方舟一員 投入演化洪流 參與造化之功 把滿足成就感的登山活動 轉變為感受環境變遷的自然體驗 喜愛玉山 從認識玉山開始 MIT台灣至五周年 我們又重新認識了台灣的第一高峰 MIT台灣全民 5.8 5.8 走了多少了 走了2.7 加油 嘴巴里念的是布農族的呼啊呼呼 脚底下踩的 则是州族原住民協助鋪設的栈道和鐵橋 5年前MID台灣制的第一集 就是從玉山出發 一路走來 我們經常接受這些山林子民的幫助 如果不是他們 我們不可能登上一座一座的高峰 麥克 嗨 我們現在在這邊高度 這邊大概多高了 差不多3000了 快3000了 對 高度計顯示大概快3000了 快3000了 第一次搭到那麼高的地方 而且剛剛我們一路這樣走上來啊 其實都還算蠻平緩的 對不對 跟我前面三座山比起來 算是蠻平緩的 而且今天其實天氣還不錯 偶爾會 偶爾太陽會照射到 然後呢天氣又算蠻涼爽的 古風整個這樣吹上來 很舒服的感覺 不過走到這3000公尺 呼吸這個高山的空氣 感覺應該不一樣了 感覺分多金更多了 然後整個都很清新的感覺 好 而且我現在目前為止 還沒有什麼高山症的症狀發生 因為我們之前有做一些行前訓練 有些去爬一些中級山 像水色大山 塔山 那慢慢循序漸進來爬這雨山 應該是OK 應該就可以 可以做到 適應應該會蠻好的 所以這一趟有陳老師來講解 對 我現在一路上 經陳老師這樣講啊 我會覺得真的好像在聽故事一樣 感覺植物都有生命 每一頁植物都有生命 然後就跟陳老師說的一樣 就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樣 你在認識你自己的親人 認識自己的鄰居 自己的朋友 一草一木 都是你最親近的人 對啊 所以在走這一趟路 你感覺就不一樣了 嗯 跟平常只是爬山健行的那種感覺 對 那還蠻特別的 加油啊 那我排雲是大概3400多 差不多400多 對 所以大概還要再爬上400公尺就好 好 再上升400公尺 等於像散步一樣 嗯 慢慢走 慢慢走就好 比起阿里山山脈的最高峰 塔山 但玉山這條路 真的是大眾化行程 不過 據陳老師說 早年的 玉山山道可不是這樣 1926年 開闢了阿里山找平 到玉山的步道 得經過自中 翻越露林山 到塔塔加安部 再上前鋒 西鋒人線 然後 主鋒男人 才能到達主鋒 全長43公里 中間有露林山 前鋒 主鋒下三個山莊 當時 要爬上東北亞第一高峰 確實是長路條條 簡直像在遠征 世界第一高峰 而目前步行十幾公里 就可以登頂的情況 不可同日而屢 我們沿著玉山步道 走到這裡 你會感覺到 這一片古墓是什麼 這就是 Hemrock 鐵山林 這一片就是鐵山林 對 但是這一片鐵山林 又很特殊 一群鴨裡面有幾隻雞 怎麼意思呢 這大部分是鐵山 可是有冒出後面 有一兩顆的冷山 所以它大概是屬於 所謂的生態的轉變帶 構度帶 也就是說 鐵山 這個樹種 是從東喜馬拉雅山系 來到台灣 然後在台灣以後 又特化成為台灣特有的變種 然後它在這個地方 它也是上下千溪 目前的昏布 大概從海拔2600公尺 爬到最高這裡是 3200多公尺 所以鐵山也會爬山 其實它是隨著冰河 來來去去 那目前正在激烈的爬山 那這個鐵山 它很好玩 它的樹形 就是一根500萬的 保險的那個大衣傘一樣 它的樹冠 它是張開來 那這張開來的 就像撐一把大傘 那這樣的樹有一個缺點 下大鞋的時候 哇 你頭頂上去把幾萬斤的這個鞋對 那壓著它會受不了 就會責罐 會死亡 所以鐵山 它在台灣的生態衣 代表著什麼呢 代表著降血的最下限 所以氣候變寒冷 下雪越重的時候呢 鐵山就被壓越往低海拔中 那天氣變軟 降血帶往上牽 那這個呢 鐵山就有機會一直爬上去 那目前正是處在呢 整個台灣的生態袋 在往上遷徙 在往上牽 這個鐵山呢 它都發在哪裡呢 發在台灣的九頭山 石頭上面 那石頭上面呢 它這個根系 行著根系裡面 這個石頭是鬆動的 台灣一直在崩塌的 可是有了這一個樹呢 它的樹根下去就 盤根湊結 到不然是八角章魚一樣 這樣去打掉了 沒掉了 哦 關住民 人家太爺 哇 這這樣 就是這種 符合這種土地的精神 只要一棵樹在那裡 它從小到大 就緊緊地捍衛著這片土地 緊緊地盤根湊結地 去擁抱它 去包住它 就像一個家庭 父親呢 就是這樣地去捍衛它的家 所以呢 在原住民的話語裡面 鐵山的名字 跟爸爸的名字一樣 都叫 亞爸 亞爸 亞爸就是 哎呀 鐵山 就是 也是爸爸的意思 也是爸爸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說 人地關係裡面 我們的原住民 跟這個土地 有它真心的感情 每一棵樹 每一種東西 都有一千天的故事 那事實上啦 自然界隨時給你一個 驚喜 嗯嗯嗯嗯 隨時到處都有驚喜 我覺得這就跟老師的名字一樣 陳玉峰 自然界 處處給人驚喜 然而 一般人 以自然日漸遠離 越來越無法領略 山林透露的天機 還得透過陳老師 這樣的有心人 才能讓我們感受 人與土地的關係 除了鐵山爸爸 陳老師還告訴我們 原住民將氣宇宣昂 高瞻遠足的人 叫做不信 也就是黃山 瘦弱多變的孩子 就在他一步 意思是赤養 希望孩子能像赤養一樣 出生出長 強任耐命 當人們年名字 都和土地 有這麼密切的連結 當然會注意 自然的運轉變化 所有的植物 都是一種天經地靈 每一種生命 都有它 地史上 悠久漫長的生命史 還有它美麗的故事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一片景物 森林燒掉了 變白木林 森林下面呢 你會看到 綿延一整片的 叫義山建築 義山建築 這號人物 可是大大有名 因為它的署名 像邪名的話 人類叫Homo sapiens 那這個義山建築的邪名 它是Eusania 用義山去代表它的性 就是所謂的署名 Eusania 而且呢 它的名字 總小名呢 它的拉丁文的總小名 除了署名是Eusania以外 它的總小名叫做 Nitakayama Ansis 生長在義山的建築 所以這次充滿了義山的代表 又是Nitaka新高山的一個代表性的 就在植物研究室上是非常特殊的一群生命 它是九命怪貓 也是守護台灣山林土地最最重要的族類 以這一片 以這一片 能山 鐵山 焦灰彈 我看它二十六年 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 所有的樹 一棵一棵的長大 也有夭折 我在想 這一棵樹 大概三百到五百年 甚至於看那個檜木 一棵兩三千年 那一個人一輩子 一百年前沒有你和我 一百年後沒有你和我 那以這種匹庫的生命 要去跟這個自然界的這樣子平比 那當然 我們會有一種前進的心 可是沒有想到 光是我調查研究台灣山林 三十二年來 我發現 台灣的山老得比我還要快 所以 我往往走過一個地方 什麼都不見了 啊 紀錄的 都是歷史紀錄 所以我發現 真的台灣的山老得比我還要快 1988年到1992年間 陳老師以玉山建築為博士論文 走訪台灣各個高山 他發現 玉山建築 如果在森林底層 大約可以發育成五六公尺高的貫叢 但是台灣的高山開闊地 往往是低矮的建築草坡 原因是 建築在每年九月左右 會把養分儲存到地下經理 這個季節 恰好是容易發生火災的乾淨 於是 火災過後 早有準備的建築 很容易遇火重生 不過 高度只能在兩公尺以下 其後 每經歷一次火災 建築就越來越低矮 密集 成了高山建築草坡 這位當年一根一根數著建築 做論文的學者 無奈地發現 台灣的山林竟然老得比他快 這讓他更加緊研究腳步 也更仔細地說明環境變遷的影響 如此一來 我們的行進速度越來越慢 抵達大峭壁時 天色已敗 陳老師 因為拍攝的關係啊 所以我們進度的延誤到現在已經 已經天黑了嘛 天色已經暗下來了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在這個峭壁的周圍啊 這邊都是冷山對不對 非常的筆直通天的感覺 這一片就是屬於純的冷山林 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走到這邊的時候 往這個大峭壁一看 後來我看到 上面有一個植物很奇怪 為什麼要用望遠鏡看 我才確定 這是生長在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的 玉山岩柏 玉山岩柏啊 這岩柏呢 怎麼會在這個地方生存 明明是冷山林 它是最艱困的環境 那個上面的物種 肉質下來 因為它需要陽光 那這樣的岩柏 那這樣的岩柏 冷山沒有辦法生長出來 結果呢 那個岩柏 它是台灣的爬岩第一高手 它在這裡卻長出來了 哇 這裡發現到了幾棵 這裡大概兩三棵 兩三棵 然後爬到四桌子的時候 看到下面 哇 那桥子 三四棵 四五棵 陷那邊也有 岩柏的中等的僑木 長出來 那這種岩柏呢 在堅困的環境 變成矮灌木 再好的環境 可以長成兩三層樓高 甚至於拿到三十公尺的高度 而這個地方 恰好是提供一個生態意味 就是它跳跳 跳不是在屬於它的地方 所以現在因為天色已經暗的關係 我們現在也看不到 對不對 等到我們下山的時候 如果天色亮的時候 比較亮一點 應該可以看得到 這個北處這麼看得有的 對 這現在下來 我這裡也有做永久漾區 等級在觀察它的變化 因為大氣候變遷 我們認為現在一直在往上牽 那下面有一些冷山 也漸漸在死亡 所以這是整個全球變遷裡面 台灣變動的實力 陳老師在大峭壁一帶 設有漾區 藉由植物的改變 長期觀察氣候變遷產生的影響 為了看清楚老師說明的植物 我們在回程時 反覆盤緩 仔細尋找山壁上 老師提到的圓箔 無論是低矮糾纏 還是高聳挺拔 這幾株圓箔 也許會成為台灣氣候變遷的重要指標 如果有機會 經過玉山山境上的大峭壁 應該停下來 多看他們一眼 玉山山脈 位於南台灣的中央山脈西側 西邊以南紫仙溪和阿里山山脈相隔 東邊則以老農溪和中央山脈區分 從佐水溪南岸發源至高雄縣六龜的十八羅漢山址 長約180公里 是台灣五大山脈中最短的山脈 最高峰 玉山 高3952公尺 為東亞最高峰 加油啊 剛過那個八公里的指標 所以剩大概五百公尺就到排雲山莊 剩零點五公里 也就是五百公尺就會到排雲山莊 我們現在摸黑 摸黑摸了大概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 可是一路上的路況其實都還算蠻好走的 對啊 沒有什麼危險性 現在高度已經三千三百多了 哇 三千三百多了 所以再往前走一段就到了 我們的晚餐在那邊等待我們 超空滾的暗蛋 對對對 等候已久的晚餐 沒有發現文翔哥突然間出現 對對對 因為文翔哥 剛剛已經到排雲山莊了 可是他還是下來支援我們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摸黑的話 有沒有回想到我們之前在塔山摸黑的時候 對 其實我現在腦袋裡面一直在想著說 雖然是摸黑 但是 一樣是摸黑 可是這個路真的好走太多了 如果跟塔山比起來的話 所以我的 所以我的雙腳呢 就不知不覺動得特別快 因為覺得很好走 只是還是要一個挨著一個這樣子 對對對 大家投燈要照著地下 距離不要拖太遠 那就繼續加油吧 還有 五百公尺 快樂快樂 晚餐在等我們 加油 滿天的星星很漂亮 摸黑的另外一種享受 好 最後一個彎呢 彎上去就到排雲了 好喔 好喔 快燈到了喔 到架啦 最後一個彎了 對啊 再彎一個就 加油 最後快到了 看到溫暖的燈光了 看到了 看到了 好多人喔 看到好多人在前面 天空中最亮的星 天狼 歡迎你們 天狼星喔 天狼星喔 大雪 到了 今天 溫暖的家到了 排雲山莊 排雲山莊 終於到了 老師一個人倒啊 對啊 老師走很快 這一顆全天空最亮的恆星 天狼星 再歡迎你們 好亮 在兩腳80度 那在淚護 跟在淚人後面的那一隻 真的很亮 我們一路上過來的時候 看到好多星星喔 因為在沒有光害的情況下 你看星星特別亮 對不對 我們 走到現在 7點55 快8點了齁 終於8點5公里 我們到了 排雲山莊 對 到這邊相信大家都累了 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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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雪老師 月雪老師 很累了齁 沒有還好啊 剛才齁 我把我的那個燈關掉 蛤 燈關掉 然後整個全部看星星 天上的星星 那種感覺真的太棒了 這個 才是生命真正的星光大道 而且我走了幾十年的這個山路 我第一次這樣走 第一次嗎 第一次就是 因為以前就是說 夜間趕路並不是第一次 但是夜間趕路 然後路上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把那個燈關 燈按掉 然後只有看星星 關文宴 日本時代的林業部的部長 他走過藍橫 當時是做轎子 他走過以後回來寫了一篇 關山夜靈路 他最後一句話 他說 就像老龍溪的溪水 順著地形地勢留著 一到石頭就避開 一到高處的就往下流 隨順陰緣地走出去 嗯 他說 他現在已經在這個石藏紅塵裡面 可是呢 他回想起山中的極境 嗯 而且我覺得如果大家在城市裡面 生活太久的話 你根本就不會發覺到說 天上行星其實有那麼多 那麼的量 大約在五年前 MIT台灣誌 就在塔塔加附近 紀錄過一群另類追星族 他們從科學的歷史的角度 帶著我們窺看星空 感受地球和浩幻宇宙之間的微妙聯繫 事實上 從老師談到的日本人 到更早之前的古人 在夜空之下 見到星移斗轉 興起撐姿撩亂 不免要感嘆 精細何細 人生幾何 說起來慚愧 MIT台灣誌兩路上玉山 都搞到摸黑 才進排雲山莊 這在一般登山者來說 實在是不可思議 通常人們從塔塔加出發 慢慢走 大約三四點就可以進排雲 好好泡壺茶 喝杯咖啡 準備晚餐 我們摸黑 固然和拍攝工作有關 不過陳老師解說起來 如滔滔江河 又讓我們的時間完全失控 不過也因為這樣 我們才會夜行山道 看見精彩的星空 這一頓晚餐吃起來 也才格外津津有味 只是 美味的晚餐過後 我們赫然發現 可以容納將近九十個人的山莊 只有我們一隊人馬 情況 普為不尋常 昨晚繁星滿天 清早起來 卻有些風起雲湧 山雨遇來之事 這時候 排雲山莊的管理員 殷勤探問 希望我們衡量天后 撤退為夷 不過看我們裝備齊全 麥哥昨晚 又在山莊裡面 為大家做簡單的雪地訓練 也就不堅持要我們下山 原來 在我們今天即將路過的風口一帶 幾天前 發生山難 罹難者 還是登山經驗豐富的山友 難怪山莊別無遊人 管理員千叮萬主要我們小心 可見 玉山雖然已經是大眾化行程 但仍有極大的風險 尤其風口 及碎石坡一帶 天高風級 雪礦難料 最是容易出意外的地方 老師 我們都準備好了 對 但是今天天氣狀況好像 不是那麼穩定 跟昨天差很多 對 跟昨天差很多 天氣並不是那麼好 因為 看起來就是有新的一道風面過來 對 所以整個山完全籠罩的引路當中 哇 溫溫了 不過 我們就學習 易山嚴博的匍匐精神 對 溫溫邁進 對對對 還是安全第一 雖然說我們裝備都已經準備很齊全 比如說這樣 冰斧啊 跟十二爪的冰爪 但是 還是要到上面去看看 現場的狀況 看怎麼樣 完了我現在已經開始 不會講話了 哈哈 又開始結巴了啦 我們這次總共大概 十二個人 對不對 十二 十二個人 包括攝影師 還有兩位攝助 大家要一起上去 請整個 易山三神 伺服大家 好 那老師 今天我們的行程就是 準備到 登頂到那個 玉山主峰 對 然後沿途 我們可以有幾個點 如果看得到的話 然後呢 在那個 睡石坡那邊 我要 有一個環宴的儀式 好 然後到易山點 我們再來感恩天地 好 有機會的話 也想打你的屁股 哈哈哈哈哈哈 非常榮幸 我希望兩位老師可以打我的屁股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去了 好 加油 出發了 加油 打屁股去了 那麼冷的貼機打應該 其實 老師這一趟來玉山 有他的目的 據說 是他和玉山之間的神秘約定 打我的屁股 只是順到為之 並非專程 尤其 現在體罰已經廢止 當老師的大大方方說要打屁股 肯定不是真的 至於老師 和玉山的神秘約定是什麼 他不說 誰也不知道 只能靜觀其別 露林山莊 位於露林山山路 過去 是攀登玉山的主要據點 早年 由找平出發 徒步一天後 在此歇數 光復後 氣象局 在這裡設置觀測站 之後 氣象站裁側 山莊毀損 1985年 玉山國家公園成立 將露林山一帶 規劃為油氣區 1986年 依原樣式重建 目前 是國家公園管理處的 一個管理服務站 陳老師 我們現在在 排雲山莊的後面這邊 我們剛出發沒多久 可是我們就看到 這邊的林象 這邊的樹木 都是很筆直的 對 我們從昨天大校壁 摸黑摸上來 對 整個摸到的都是這個 很筆直 擔心通天 這樣一棘這樣出來 這種是頂頂有名的布袋系的主要腳 冷松柱 叫做台灣冷山 喔 台灣冷山 這個東西 最北分布到阿拉斯加 最南到台灣 來到台灣以後 用穿上式 卡瓦卡米 所以它的鞋名叫 Avis 卡瓦卡米 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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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它的鼠的名字 這個樹呢 它有一個很好的特性 真的是冰清一節的地方 它是最適應 台灣最適應 降血的 流水 以最厚 最厚適應 你知道它的生長是怎樣 每一棵長直的上來 它的枝條是輪生 我們一片對著一片 一片附生 然後如果兩片這樣並排的 這個叫對生 可是如果三片以上叫輪生 它的枝條整個是輪生的 對整個是這樣一個 一個 而且 它是怎樣你知道嗎 它一長出來是這樣 45度 枝條 歡迎天上降血 所以你看看 上面的現在牙端還沒看到 都是這樣45度 可是呢 冬天下太多血呢 就把它的枝條壓下來 壓下來 壓下來 到春天還是血還壓著 可是呢 它的牙要開始生長 它一定朝45度 又翹起來 又翹起來 然後翹又又漸漸這樣長 然後每一年又血又壓下來 又要往上翹 所以到了老枝條的時候 一根一根就是這樣下垂 可是 尖端 還是往上垂 對 不一樣 一直要穿起來 你看時間久了 每一顆樹 這個枝條下垂 對對對 下垂 下垂 上垂 都是一樣的形狀 然後枝條越大 越下垂 對 因為它枝條越大 累積的血越多 重量越重 而且它年紀也 慢慢啊 有點穩固啊 所以這個叫女山 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往上去 跟石頭 跟岩波交雜的地方 每個人身上 只要 不睡覺的時候 大概身上都會帶著我的照片 不相信 把你們的一千塊拿出來 在這裡 我們來看 認識一下鈔票職務 剛好有一張一千塊 來 來這裡你是買賣的 沒有 因為一路上其實 我就一直在 對 我們喔 不是看這五個小孩 我們看過了 看過了 後面有兩隻鐵雞 這顆山就是玉山 你們大家 對爬山沒有興趣的話 對這個藝山比較有興趣 就很有興趣了 對 這顆是台灣的聖山 這兩隻鐵雞 旁邊有一斗 有一兩斗這個 這個 看啊 名不見精壯 全台灣人 我看沒幾個白 這種東西是什麼 叫做玉山劑 玉山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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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到 隔海拔 大家就隔自己 喔 那有用很好 對 海邊大家慢慢到外國去船 這種有這玉山劑 這有夠酒 這因為大部分 中海拔看起來 都會是阿姿花阿里山劑 只有白和白粉 開來這裡 那幾十個而已 那這個東西呢 這張就是我喜歡的 所以我說你們大家 身居上都有 帶我喜歡的這個相片 就是這樣 喔這張就是陳老師 照我的照片 玉山劑 我提供給他 印了這一張 不曉得發行幾兆 但是他給我的代價 是一張五十塊錢的塑膠鈔票 可是意義重大 老師那這附近 看得到玉山劑嗎 這欠菜就有啦 但是喔 要白酒 敢說比較好 不然你沒有去找看 你就拿這張 這個一千塊 你去對看有沒有 我們土甲就有了 地上就有了嗎 對 地上 這附近 老師是這一個嗎 是這一個嗎 當然就是我看到有 不才叫你去找 啊 這個就是玉山劑喔 對 那可是鈔票上面 我看到有紅色的 那一顆 那個花朵 現在喔 那是當地 春而已嘛 開春而已嘛 所以牠在那個 雞生葉 牠只有長在雞部的葉 牠後才會抽出來 要開火的時候 為什麼那一部要開火 就要抽比較遠 因為要開火結席之後 那些席才可以 遂風啦 遂風啦 牠就是這樣啦 只剩 不過喔 我們大家喔 就要知道 這種東西喔 在我們鄉下啦 這個雞海盤 大家都跟我說什麼 在垢垢垢垢喔 我跟你說 如果我們這種喔 這個喔 也沒辦法垢垢 也沒辦法垢垢垢 這種一部 在我們這個管山 專門在垢垢垢 在台灣 山林水土補齊 就是我們台灣的山 全部就是 克蘭這些天兵天獎 來在 過我們這個 真的標準的 我們台灣的土地公 所以這種東西 拜託 我們大家來這個地方 可以欣賞 千萬 不可以去吸收 這就真的 我們本土 土生土長的東西 標準 每個人都會拿出來一千塊 一直在這邊對 大家都知道以後這個 是玉山記 而且是陳老師拍的照片喔 說起來 玉山記爭不起眼 他的葉片堅硬帶刺 和刺伯高山薔薇 被MIT台灣製的外景隊 視為高山三大口 爬山的時候 經常一不注意 就被他們刺的哇哇叫 不過 這種讓人討厭的特性 卻讓祭草名流侵蝕 據說 西元九世紀時 敵人夜襲蘇格蘭部隊 被祭草刺痛 發出聲響 蘇格蘭軍 幸免於難 祭草 於是被選為蘇格蘭的國花 除了玉山記 台灣以玉山為名的植物 還真不少 他們多半是高山植物 像玉山山蘿蔔 玉山金絲桃 玉山十足 玉山佛甲草等等 這些高山植物 通常植株矮小 花色鮮豔 用以克服艱困的環境 並且吸引數量有限的昆蟲 幫助傳粉 每年的七八月間 是高山上的春天 他們得利用短暫的時光 匆忙完成萌芽 成長 開花 到散播種子的生命歷程 對登山者而言 裸岩地上繽紛的小花 嘗試高山上意外的視覺饗宴 足以讓飽受形成煎熬的身心 獲得舒緩 但是對我們來說 這個季節 看不到高山花卉 這些冰河時期 來到台灣的植物 將會隱藏在冰天雪地之間 裸岩地成了要命的雪地 我的第一座三千公尺高山 必須步步為營 才能屡顯如影 玉山前峰 海拔三千兩百三十九公尺 為台灣百月之一 塔塔家安部 就在他的山腳下 早年登玉山者 必須路過此地 設有修破索一座 目前登山口 在玉山登山步道2.7公里處 玉山西峰 海拔三千五百一十八公尺 為玉山西深知人上的三叉峰 風頂過去有神社 可眺望玉山峰口與珠北峰 天氣越來越好 一路上 從排雲山上出發 剛剛過了 0.5公里的牌子 一路上都是斗上 都是一些碎石坡 往上走的直直坡 然後 在兩旁 我們 都還是能看到 冷山林 然後現在陽光也出來了 非常的耀眼 整個人都溫暖了起來 等一下應該要開始脫帽子 不知道現在上面的狀況怎麼樣 希望可以順利的登頂 海洋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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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灌爛 還是很喘 因為現在 現在呼吸都有點急促啊 對 不缺癢的狀態 有精神一點 好 繼續加油 你這是愛台灣 由我們的鄉下愛台灣 謝謝 在一位長期投入台灣生態研究 全新愛台灣的老師帶領下 我們越爬越高 舉目所見 這裡的植物 多半都是Made in Taiwan的台灣特有種 這讓我們感覺台灣的獨一無二 忍不住要高喊 愛台灣啊 離開排雲之後 天氣意外的越來越好 視野更開闊 不過 這又讓我們開始擔心 雪融 冰變硬 走起來更滑 更危險 距離祖峰還有1.7公里 這邊剛好有個解說牌 應該可以看得更清楚這邊的生態狀況 因為我們從排雲上升了150公尺左右 到這裡大概是3550公尺左右 它這解說牌寫了3556 那這裡它解說的東西是 全台灣最難得的生態景觀 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拍冷山 冷山直直的上來 有一些像矮盤灌木有沒有 一重一重的矮盤灌木 那個叫翼山岩箔 這一片是台灣極其少有的 完全沒有火災 而是那種 那一種 玉山的山頂 掉下來的石塊 碎石坡 這個在生態協商叫TELAS 堆積坡 所形成的 那一山岩箔的矮盤灌蟲 然後下來 就銜接冷山 在這個銜接界線上 叫做森林界線 比如說像碎石坡這樣 它碎石一直掉下來 那玉山會變得越來越矮嗎 因為這個 放心的原因是在哪裡 一百多年來 我們對這個山的測量 大致上 一山一直都維持在3952 原因就是 它一直往上奔落 奔落的速率非常快 可是我們台灣 每一年 因為地震台極的上升量 非常嚇死人 921大地震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 藍頭一個地方 跳高9公尺 破全球紀錄 哇 那當然不是說 每一個地方都這樣 因為有的 有的 有的 就像你在煮湯鹽一樣 它每一個山系都不一樣 因為每一個斷層的所在不一樣 那最主要是 一直跳起來 但是呢 台灣跳的是世界第一 台灣的波石粒 高山的波石粒 也幾乎是世界之最 現在這個山 你靠地震台 玉山不一定一直都維持這樣 有的也有可能會 突然會架高 但是現在在地震上 比較困難是什麼 我們台灣山 越高越重 重量越重 重量越重 對下面地殼 地殼地寒是軟的 也會下沉 你要把這麼重的 整個像玉山要抬集起來的 力道 嚇死人 要更大 所以發生在 中台灣這個地方的地震 都是大地震 原因就是 我要把它抬動 我必然能量到 我聽了恆春地震 我那小Case 因為恆春那山小了一點 小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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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起來比較簡單 那走起來的地震還沒辦法 所以恆春很少大地震 從玉山原泊 和冷山的森林界線 談到玉山的波時 和台山之間的關係 然後 又在三千多公尺的玉山上 談到恆春的地震 陳老師話頭一起 真是上窮必落下黃泉 他所關切的 往往不是動植物的科屬種 這類學問 而是動植物 和整個自然環境的變遷互動 聽他天南地北 上下古今談台灣 就會覺得 無論從時間的角度 還是從空間的角度來看 整個台灣 環環相扣 相互影響 才能形成如今獨特的面貌 同樣的 玉山如此多焦 引無數英雄盡者要 每年登上玉山者為數眾多 但是玉山的知音 又有機緣 排雲山莊 位於滋風下溪坡約2.4公里處 距離塔塔加登山口約8.5公里 海拔高度3528公尺 1943年 排雲山莊縣紙上 原有木造建築一座 為日景住在所 負責登山事宜 民國56年 林物局重建排雲山莊為專造平房 近年來 則交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規劃管理 入住區向管理處 提出申請預定 天月高了 天月高了 主峰就在上面了 你看白雪 就在我們面前 白雪很厚的地方 就是主峰那邊 我們剛剛一路現在走上來 碎石的知識坡 然後旁邊已經有一些殘雪在旁邊 還不曉得像上面的路況怎麼樣 可是我們現在很擔心的是 現在看起來天氣還很好 可是旁邊現在有一片雲 已經慢慢的要蓋過來了 已經開始有一些殘雪 那當然雪比較厚的地方 也許就要穿冰爪 而且真的波都很陡 對啊 因為我們真的看過去南紫仙溪 整個溪谷都開了 然後往南峰的路 你看非常的清楚 南峰影帝那邊 對 一整條 好像 現在看起來好像螞蟻走的路 對啊 我們這太高了 我們帶著上去啊 慢慢就要往左邊 比較陡 比較陡 跟這什麼地方 所以大家就小心 如果還沒穿冰爪的話 你真的是一步一腳 走 走 加吧進吧 衣衫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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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放冰爪 大家放在這裡 尷尬 面有位子穿啊 屁股都會 冷鬆鬆的 好喘 好喘 怎麼會那麼喘 因為太高了缺氧 每個人都很喘 我相信等一下的 上去的路 一定是局部維艱 大家的行進速度一定又會放慢 先穿冰座 剩兩三百公尺而已 兩三百 加油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第一次在這麼高的地方穿鞋子 有喔 可以繳進去囉 驚醒的大家都分不清楚 真的整個動作變遲緩的 怎麼會這樣子 左腳 右腳 傻傻分不清楚 你有沒有跟哪一腳 你也分不清楚 每個人動作都好慢喔 這是我第一次穿上冰座 爬了幾個小時之後 站在三千七八百公尺的高山上 大口吸氣 吸飽冷裂的空氣 把腦袋瓜子冷藏了好幾個小時 血液仿佛凝固 頭腦 仗仗頓頓頓 完全沒辦法思考 也沒辦法好好調動手腳 感覺很是詭異 當然 我知道 這裡面還有很多緊張的成分 穿上陌生的冰爪 就像踩高橋走路 感覺重心上升 離地更遠 尤其是 走在這種直下千里的陡峭裸岩坡上 可是手足無措 不知該如何是好 左邊 左邊 右邊 右前方 右前方 看到人家那個 腳印走 一步一步踩穩啊 來了 小小孩子在學著 小明瞜 這邊小明瞜 麵 AP 慢慢來喔 在這個講給我的愛衣迎喔 阿 ノ 阿 阿 阿塔 他这个冰冰做师母 两天多来 我们进入玉山山区 最常听到的 就是惊异白眉的叫声 过了排云山庄之后 却都是乌鸦 阿哈 阿哈的叫个不停 岳霞老师对这个声音感触最多 在阿里山长大的他 经常听到乌鸦 阿哈 阿哈的叫 就会觉得 有人在呼唤他的小名 阿哈 阿哈 常常在山里 也都忘了时间的老师 就是因为这些乌鸦的提醒 才会惊觉 该回家了 岳霞老师说起这些往事 让我紧张的心情 稍稍放松 对于乌鸦叫个不停这件事 也没那么挂怀 爬了两天 再登上台湾第一高峰 也是我的第一座 过三千公尺高山之前 我需要的正是放轻松 尤其前方风势更强劲 正是玉山最危险的路段 过了那一段 就是台湾的最高峰了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